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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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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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我先講江淑琴的部分 你今天選了一個對你來說太難的歌 我覺得你完全沒有辦法徹底的掌控這個歌 我覺得你今天表現是蠻不好的 陳建一的話 你的狀況很不一樣 其實你有好的聲音 然後你有好的技術 但是我不喜歡你今天唱這個歌 我不喜歡你今天表現 我覺得唱歌 就像剛剛胡振環唱歌 因為他唱得不完美 但是那個是發自內心 而且是有張力有層次的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這是你缺少的東西 但是你是可以做到很好的 所以唱歌一定要注意到 這個是心意的問題 謝謝老師 對啊 剛剛今天其實 的確是有一些技術上的一些瑕疵在 可是總的來說 像副歌那兩句 我覺得那整個層次都處理得很好 還有整個整首歌最後一句 我聽了我今天還是覺得蠻感動的 我被困在一個人的小谷 多想要去又不得你安撫 眼前是什麼路 一看不清楚 謝謝老師 因為這不是一個 這不是一個容易詮釋的歌 你把這個詞跟感情 都詮釋得非常好 我不覺得羅晴是唱橄欖書 一個最好的人選 因為其實你原本就是一個美聲的唱法 但是就像郭文老師這樣 你不是正統的美聲唱法 所以我其實聽起來會覺得 你之前有很多 你之前選歌 比如說你選法國的歌或其他的歌 我會覺得那個 你的那種奇怪的美聲唱法 放在那邊 其實是很有個人特色跟魅力的 但放了這個歌 它變得理所當然的時候 其實反而那個部分不見了 所以今天我比較看到的 都是一些比較不好的缺點 反而你個人很獨特的那塊 就今天就是變少了 老師 謝謝 我其實會有點擔心 比如說像黃欣偉這種 會有音色 然後會唱歌的人 我前面也有講過 你們會把很多 應該要有 就是看這類節目 應該要有的一些技術 然後把組合好 放在一個歌裡面 但是很多時候 它是需要用感情去詮釋的 其實有一些過多或是不適當的組合 會讓這個歌聽起來 會比較作作 當然你的狀況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注意這個部分 好 茲老師 Diana今天 我也認同那個志平老師講的 就是你今天控制力不是很好 所以聽起來就是有很好的音色 但是沒有很特別的 或是很感動的感覺 進行評審討論時間 要從16位優秀的選手中淘汰4位 這讓評審團相當為難 謝謝就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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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